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 咱别老这么一向情愿行不行啊 就是昨天蛋糕落款那事我还真想跟你说说呢 昨天晚上回去我没怎么睡好觉了 辗转反侧夜目能昧百思不得其极 按理说咱这是往近了处啊 落口落个爱你的妈 这孩子应该高兴了 他怎么还不高兴呢你 哥 你不知道 我是一直把他当女儿 可他从来不把我当妈 我跟他爸结婚两年了 这两年我找各种机会跟他接近一下 跟他沟通 跟他交流 可是根本没用 他根本不给我这种机会 就单靠过生物了 没有 真没用 什么叫欲缩子不达 挺简单的事 这么复杂 来 看看这个吧 你别说我 去吧 我来宝贝 我来宝贝 你去吧 去吧 这边是人 我去上车 走 我去说 我去吧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这下题目整得像歌名之一 孩子平常不爱说话 心才不不少 老妹啊 咱看孩子博客 是不是像偷开的人家日记似的犯法 写博客最大的痛苦是没人看 等于给孩子解决痛痛 我最头疼的是英语课 因为我不喜欢那位英语女老师 据说她也是第三者 也是什么意思呢 她觉得我就是第三者 这事得跟她解释清楚 根本不听我解释 这孩子哪门功课都不错 就是英语不行 这倒是个机会 啥机会 你看她不是不喜欢英语文老师 你在课外给她报个班让她学英语 咱在这小事上一点一点对得好 不给她来快的猛的 咱来小事一点一点这么对得好 任务吸不上 我是不是有多岁了 没有 你提醒我了 不不上线啊 没生气 没生气 那给哥乐一个 对 你看你又来了 我把钱拿回去 我就 干什么玩儿啊 我是孩子的舅舅 又来了又来了 那也是熟吧 她一直管我教我熟过 饭熟过的 你不要是吧 嗯 死了面子 走 那我先睡觉 乖乖 好洋气哦 这都说啥子吗 豆腐啥 对呀 点点什么 老哥 点啥子哟 一盘豆腐 豆腐一盘啊 别看一盘豆腐 豆腐一盘 腐一下 你看啊 这是长沙的臭豆腐 好 这是山东的豆腐香 这是咱们 本渔村的特色 鱼子豆腐 你就是说过大天 还不是豆腐一盘 你什么意思啊 那个 这样 老哥 你先尝一尝 如果觉着好呢 你就点几盘 要是味儿不对 你就走人 好不好 君子一盒 四马难追 好 好 谢谢他 哎 人呢 刚才进了一个这么高胖大那个 先生你找人是吗 啊 我们这一边中间好几十人 你找哪个 你找找什么呀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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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拉了大半天那活了 我还饿着呢 车钱去 赶紧车钱给我 要不然我就报警 我就找警察 哎呀 找警察干啥 车钱肯定是要给你的 等我把娃找出来啊 肯定给你钱啊 我还等你找上什么娃呀什么的 我都等你二十分钟了 你干啥了 我看你就是个骗子 这这么大功 是说这么大对盘呢 你挺能吃啊你啊 这还不愧啊 不是 你不是这儿的客人哪 那赶紧把账结了吧 快快点 把账结了吧 这四盘豆腐 你看看你们这些大脏子 一个问我要车钱 一个问我要豆腐钱 车钱都不给你们 豆腐钱能不给你们吗 这才只几个钱 等我把娃呀找出来 别说这些小钱啊 这多的钱 这算个啥子哟 大爷 您到底是找人呢 还是吃饭呢 对啊 找到人呢 就等于找到饭咯 哎呀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你这不是 怎么回事啊师父啊 这这是 他从火车上打我车 说上你们这儿 鱼村来吃饭了 可是一下车呢 钱不够了 说进屋找 这什么娃呀什么的 这个 娃就是孩子 四射八叫就要就是孩子 咱也不懂啊 我就猛口等着 这可是 已经人没了 你说 我这一天这车份子 就好几百呢 你说我能等得起他吗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我也得吃饭呢 是是是 等我把娃呀找出来 就给你钱了 表妹去把娃娃交出来吧 大爷你娃谁呀 你娃到底是谁呀 米鱼撒 谁 米鱼撒 大爷进来吧 这里好爱意哦 大爷您先坐着啊 好 那里是我玩的床坡 就这个 我们俩挨着 哎呦要的要的要的 就给我吧 来 来 安怪 哎 大爷您找啥呢 没啥子的 没啥子的 哎呀 哎 哎 大爷这不好吧 没啥子的 我就是啊 看一看 我玩有钱没的 不能让你扶车钱的 啊 没关系 大爷回头啊 我和米粒算 嗯 您先坐着 我给您倒茶去啊 要的要的要的 哎 要铁关银杂啊 啊 铁关银 呃 这个 急障 急障 货密润 一气散 哎 嘿嘿 哎呀 米莉儿 喂 薇薇姐 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 都差不多了 对了 今天这桌客人特别重要 你服务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 千万别出差错啊 嗯 放心吧 姐 对 还有 一会儿再把屋子里的卫生 最后检查一遍 嗯 好 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我还给他送了一壶铁观音呢 铁观音 他非要喝铁观音 说接在米莉儿账上 他说 他是米莉儿的爸 嗯 他俩说话一个味儿 这咋一转眼 人还没了呢 他真的说 要把米莉儿带回老家吗 他是那么说的 他说这次来 就是带米莉儿走的 说家里生活困难 人手不够 薇薇姐 你说 我要不要告诉米莉儿啊 不行 今天贵宾房的客人特别重要 还有啊 你先别跟米莉儿说 走 咱俩现在赶紧找人去 味道蛮好的 咱俩再给弄一天 我再给你弄一天 难得呀 爱吃我这儿炉水豆腐 大爷 您怎么跑这儿来了 到处找您 你来洗点水哦 我的娃儿找到了吗 大爷 米莉儿现在在VIP 等他下来以后 我让他过来找你好吧 老子从昨天到现在啊 肚子都穿空乘机了 老师 吃吃豆腐吧 要再吃点豆腐 做好了 不厚的哦 我那么老远的来 请一个豆腐来对付我 刚才他说爱吃的 要不这样吧 老范 我只有五十块钱 你先带大爷出去吃点饭 以后我让米莉儿去找你们 行啊 麻烦仨 这么大的一个酒店 随便搞一座 四四三秒 不行 酒店有酒店的规矩 咱还是出去吃吧 师傅 要不我带他出去吃 行行 大来 还是让老范去吧 这严厉相当 还有共同语言 好好 不不用 走吧 咱老哥俩落成落成 这个饭店呢 下班都晚 趁着米日没过来 我仅代表米日 代表豆腐工作室 代表后厨 代表渔村的全体员工 向米日他爹地利临 表示我们诚挚力 欢迎 哎呦 感谢感谢感谢 请点菜 贵根了 啥子贵根 多大岁 哦 51 51 年轻 比我大四岁 看着比我年轻 哪里哪里 叫哥行不行 叫哥 米内叫你叫啥子 叫哥 米内叫我 叫爹 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 我跟你讲 你就得叫我叫伯父 伯父 小伯父 小雪 上车 不用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到学校来接我 让同学看见了多不好啊 这是英文补习班的听课证 我一个朋友的小孩也在你们学校 读 好像也读高一 他到这英文补习班以后 英文进步特别快 不就给你也报了个名 小班的 一对一的外教 谢谢 走吧 我送你去 不用了 我自己去 这可真巧啊 我正为英语课的事发愁呢 想睡觉 就来了个枕头 哎 你不吃晚饭了 你不吃晚饭了 不用了 减肥 是啊 穷着思变 你想 像我们这种人 又不好意思给政府添麻烦了 也不能让土地给酸死 我就琢磨着啊 做点小生意 做电缆的生意比较简单啊 挺好 结果还不是让警察给逮倒了 凭什么呢 咱做生意 抓我们干嘛呀 我是爬到电线杆子上 缴的电线 偷电缆呐 VIP房间的客人要一份小葱拌豆腐 这些单子我给你放在这儿啊 好好好 客人有要求 说小葱要当机印新鲜的小葱 豆腐要卤水点的老豆腐 酱要农家酱能做不 啥叫能做 小菜一碟 稍等 今天豆腐卖得不错啊 通常人多 光你爸就吃了三盘 我爸 你不知道 你爸来了 大赖哥 你真逗 我哪来的爸呀 他真来了 我刚才都见着了 你别开玩笑了 我爸都死了好几年了 啊 死好几年了 篮子 大闺女 我回来了 她怎么才回来了 是不是 你们怎么没吃呢 这不等你的吗 公司出点差错 非得今天处理完不可 这不回来晚了吗 你没接小雪家 小雪家 用一包早下课 上哪接她去 她没有回来啊 没有 我不是说好你去接的吗 这孩子 你是真不让人省心 你能去哪儿啊 哎 是不是去同学家了 你打个电话去 我赶紧把菜热了 啊 你赶紧去打电话呀 我赶紧去 Theater 我赶紧去打电话呀 你赶紧去打电话呀 我赶紧去看看呀 军圈 哎对了 伯父我还没打着哪个尊姻大名呢 啊 柳夏辉的柳 德胜环朝的德胜 柳德胜 这门气 气在啥子哟 没得出息没得出息 哎呀你说怎么这么晚了 这雷子还不回来呢 啊哈哈哈天天这样 哎 这 嗯 呦 哈哈哈哈哈哈 喝极了呀这个又喝多了 哈哈哈哈 干嘛 哎 没事啊 哎我马上就睡我可困了 是啊 哎 吃块西块结点酒啊 你你吃吗吃 我吃了吃完了 你又去吃啊 哦吃完了吃完了你快结点酒吧 啊 哎 我我干嘛 你死东西那车呢 我没没开 啊 啊 酒后不能开车 司机 一滴酒 老婆孩子四行里 哈哈哈 喝水 呃 鞋儿 我今天看你特别好看真的 不是 鞋鞋儿少来 小小小人啊 这话不能让根儿停 你啥事啊 你喝成这样啊 啊 谁 米粒他爸来了 人家爸来了 你咋高兴成这样 咱是地主啊 你尽地主之一啊 孔子不是说了嘛 有朋自远风来 不许是乐乎还是乐乐乎 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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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吧 乐乐乎 你这一冲动没有下答应人家啥事吧 没有 就是 喝点小酒 唠唠小磕 叙叙加长 哎呀 要说 米粒他爸呀 柳德盛 真是个传奇 穷啊 过去偷过电线 啥 米粒他爸 柳德盛 对啊 后来 改写归正了 小老头挺好 米粒姓啥呀 姓米 他爹咋叫柳德盛呢 哎呀 我我琢磨琢磨 这有啥琢磨的 你俩都不一个姓 坏坏了 笨劲 你干啥去啊 我我我问问怎么回事 你看脚底下 哎师傅 我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 不是我没电了 米粒你你爸呢 哎呀 那根本就不是我爸 啊 那我请他吃什么饭呢 你说吧 你到底干啥子来了 姚妹啊 竹子啊 可是对你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他对我不错 他对我好不好 我心里头晓得 前几天啊 我去看了个竹子 竹子啊 非常的挂念你 他跟我讲了 我让你回去 等他 他挂念我 我用不着他挂念 他一天到晚不回家 啥子坏事情他都做 他挂念我 他要是早听我的劝 他就不用进监狱了 他还不是为你好 还不是让你过上好日子 让我过上好日子 他就得像个好人样 我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 他在哪儿 我怀上娃儿的时候 他又在哪儿 娃儿 我神 他在哪里 没了 傻子 没的了 对 我做掉了 我不跟娃儿生下来就没爹 干不得让他有个贼爹 你好歹徒 你多年哦 那后来是个神明啊 那我一个女儿 我有啥的办法 我无亲无故的 要不是表姐受了我 我就得睡在大街上 要不是犯大伙救了我 我这趟命早就没了 这连做我儿的钱 那都是犯大伙替我付的 他好有钱哦 你做我儿的钱 都是他付的 你俩啥子关系 他为啥子对你这么认真 你们俩啥子关系哦 不得 你们俩已经有关系 哎 哎 哥 哎 小雪的博客更新了 哦 是啊 怎么怎么写的 他说 他给我报了一个英语辅导班 这让我有点惊讶 说我的 哦 完了呢 后边是 其实我真的很想找到一条 尽快补上英语的捷径 没想到 他 提前帮我想到了 真这么写的 哎呀 几千块钱没为话 这策划太有成就感了 完完怎么写的 后边 哎 我说你这谱够大的了 我你女秘书啊 还得念给你听 自己看 对不起 拿自己当够干的 孩子 对英语还是有畏惧心理啊 但我觉得他能学好 嗯 这就是个坎 过去了就OK 过不去 就会有心理障碍 你 你也这么想啊哥 嗯 我也这么觉着 可我怎么跟他说呢 讲这些大道理肯定是 哎 你说这博客这玩儿 不是有回复吗 嗯 你可以用回复这个形式 跟跟他交流啊 对呀 哎我咋就没想到呢 可以啊老哥 啊 回复 好嘞 哎你可不能这么直 这么写啊 那我咋写啊 你 小雪不是有网名吗 嗯 你也得有有有网名 对啊 那我叫啥网名啊 想想啊 不着急啊 这是我强项 她不是叫青色女孩吗 对啊 你叫红色贵妇 这咋听起来有点像狗名呢 不像狗名 拉巴拉多像狗名 哦 那我就用红色贵妇回了 对 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胡说了 你说吧 你到底干啥子来了 本来嘞 我是让你跟我回老家 去伺候我 和你婆婆 现在你不跟我们家住人过了 还钱啊 啥子钱 菜里钱啊 菜里钱 你敢不还给我 那两万块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 我和柱子来这儿闯荡 我们在这儿打工 吃饭 租房子 都是花的那两万块钱 那些钱 那些钱 那些钱早就让你儿子折腾光了 我不管你钱 那个菜里钱 是我给你的 要不然你跟我回去 要不然你就还钱吗 什么 你要跟他回老家 你干啥才能回老家 他说我要是还不上他的钱 就回老家等他儿子出狱 然后跟他结婚 这不是讹人吗 你没跟他说不能回去吗 说了 可他说 我要是还不上他那两万块钱 他就不走 两万 明白了明白了 赶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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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补补装 别这个样子见客人啊 二位点点什么豆腐 这是本店的特色鱼籽豆腐 这个是马婆豆腐 是马婆豆腐 马婆 对 几号包 truc 六号包 module 好马上送我家啊 哎呦 達字 cheez 哎 放下洗手了吗你就抓 嗯 味道不太啊 大来 这盘豆腐到了 重做 做这碗好啊 有酒有肉啊 还有热水澡 睡得也安逸 行了 我算是花钱买教训 但是 从现在开始 别在这干扰我工作 请你走开 不欢迎你 都是自己的 啥子欢迎不欢迎的 子人啊 心情不好 是不是和子人心里吵着 你再叫我大声 我一盘豆腐拍你脸上 你信不信 你怎么回事 我全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是敏烈的爹 你知道不 你花两万块钱 把米烈买过来当你儿媳妇 完了 回头那两万块钱 全让你那破儿子 在哈尔滨 放荡的时候 花没了 完了 他就偷电线 就进去了 回头你还让米烈回去 给你那个破 破儿子当媳妇 你做梦去 我是啥子人 你知道了吧 可是你是啥子人啊 我搞不清楚 你和米烈啥子关系 你怎么就能做米烈的主啊 我就做主了 我就做了 米烈绝对不能跟你回去 我明白了 我算是明白了 你还钱吧 没错 你 你一个大城市的厨子啊 你欺负一个来自于偏远山区的村民农民 我 我去找你们老总去啊 你乐意找谁找谁去 你等啊 你乐意乐意找谁找谁 说两万啊 我跟你讲 这个做人他在讲梁先生 他那个鬼弟啊 当时都快断气了 没人管没人理咯 哎呀不是我好心眼哦 给他们家输了两万块钱啊 现在怎么样啊 钱也不还哦 是人也不还哦 我到藏着地方去讲理嘛 哎呀 你说的事呢 我也大概都听清了 就是米烈欠你的钱 但是这 跟他能不能做你儿媳妇 这两回事啊 这两回事你 你说你怎么拿到一起来说呢 这就是一回事 你就跟做老板的我跟你讲 你老是想着自己能讲话 我找啥的地方去讲理哦 我还不能死了 我还不能死了 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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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来解决你吃饭好不好 先吃饭 大家先吃饭 然后再说话两道话 先吃饭 你给我做主 我给你做主 我给你做主 原本 我给你讲 你这个人 长得漂亮 心眼也好 你就讲一讲 有没有像米粒这样的 忘恩负义的人 大爷 你可不能这么说米粒 我怎么讲 闲人 总不能 我一样都得不到吧 我空空的人 在空空的口袋 在回去 有这样的事吗 老哥 你好你好你好 是米粒他爹吧 是是是 你好你好你好 坐下自我介绍 我叫秦琼 这家饭店的厨师长 有才有才有才 见到我你就算见到亲人了 好好好 你夏冲他使什么劲啊 他是米粒的公爹 不是亲爹 这话说的 那爹可不是公的吗 有道理有道理 要母的那得叫妈 是是是 你呀 你看 都尝尝 还那之一 还是 这 我 俺 我也 我 怎么像翻书一样快哟 还有那个姓范呢 我是来找我儿媳妇 管他个屁事 他还要给我的儿媳妇做主 啥子哟 真死 老哥 你刚来 有些事情你还不太了解 现在这米粒 还就得老饭给他做出 你接着讲 有些事说太明白就不好了 尤其是老饭的脾气也不好 万一要让他知道了 后果不堪设想吗 我就琢磨着呀 这个老饭和米粒有私 聪明 聪明之人无需点拨 有的时候我也纳闷 你说现在这姑娘口味咋这么刁呢 老哥 你说我秦琼 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那老饭长得磨 这米粒她 米粒是不是从小缺少父爱啊 我就想 这个老饭又是请我喝酒 又是请我住店的 她是对我而媳妇不怀好意啊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 聪明 太聪明了 大爷 大爷 咱们这是酒店 你可不能这么胡闹啊 难道我要看着他给我这个人子带露帽子的 老哥 老哥 别激动 你说你这么直不冷当中去的 老饭脾气也不好 万一他把你 他还要啥子哦 那倒不至于 我的意思吧 我就不怕这些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的意思啊 你做事你得讲究各方式方法对不对 你可以迂回着去啊 迂回 啥子迂回 老饭也有一怕 他怕啥子 秦琼 你是不是还嫌这事闹得不够大 美丽 你多想吃点吧 人是铁饭是钢 你不吃饭不行啊 不吃饭是下家策 既打击不了敌人又壮大不顾不了自己 这个脸的事就是无赖 跟他没有什么道理可可讲的 那咱们不跟他讲道理能怎么办啊 上什么山唱什么地儿 对什么人使什么招 不行的话 师父跟他下狠手了 哎呀师父 冲动是魔鬼啊 哥 咱可不能跟他动错 动什么错 冲什么动啊 我把你师娘杀杀出来 你把我师娘整出来 就叫下狠手了 不是 你们不知道 就我跟你师娘在一起吵架 明明是我一身的礼 不到十分钟 脸全跑他 就凭你师娘的三寸不懒之舍 再加上咱这一身的礼 几句话不顾把他拿下来啊 现在咱们不是有理说不清楚 有理说不过的 主要的问题是 柳德盛咬死了他 给了米粒 两万块钱采礼钱 这才是关键 要说 两万块钱也不太多 我现在手头里边就有五千 那我下个月我就能拿出三百五 我以后一个月攒一千 我下个月下个月还是三百五 我一个月一千 一年攒下来就是一万二 我一年 一个月三百五 一年我干了多少 四千二 你看啊 我这一年 攒一年一万二 加上我现在手里有的五千 一万七 加我的四四千二 还要我的呢 那就是两万一千零二百 两万块钱还他 剩一千块钱给他买这伙子 那二百给他买点哈尔滨特产 红肠 人之意见 送走 滚了 再解决了 再解决了 那 那我们攒钱的这一年里头 让他待在哪儿啊 所以 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他还得吃饭呢 住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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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心情 也好脾气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 大家也好 聊散自信 这世界很简单 没那些复杂道理 有空白有无奈 也会有精彩继续 风吹来花召开 眨眼间一片翠绿 月亮走星星落 太阳踏着场升起 太阳踏着场升起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心情 也好了脾气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亲朋 也好了脑粒粒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世界 也好了天地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也好 聊散自信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心情 也好了脾气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也好 聊散自信 过日子不简单 不都是天眼蜜语 有时轻 有时阴 也会有狂风暴雨 心累了 赶紧 赶紧去看天看地 原来都水 赶紧去看天地 好心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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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了脾气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亲朋 也好了 等你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世界 也好了天地 好心好意 好心好意 好了大家 也好 留在自己 嘿 好心好意